每個人都打算入台大 但是香港人上頭大一點 Oxford, Cambridge, Harvard, Yale 那些有些朋友問我 我都說如果你有兩個小孩子 一個小孩子五、六歲 我都贊成他們去英國 為什麼呢? 台灣的英文教育是不足夠的 他們說全力實行英語教育 現在幼稚園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它始終都 我覺得是未夠應付一個 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的需要 第二 就是 怎麼說呢? 台灣的稅也不低 台灣的房子 台北是貴的 現在他們又買 香港人很喜歡買房子 那買房子呢? 那或者去台中買 台中買的 天理就好些 但是大城市始終都是台北 那變成他們很多這樣的想法 當然他們就知道 他們不會叫他們走的 等於給一個綠色卡 給一個綠色卡 給一個綠色卡 但是他們不會這麼快 給一個綠色卡 那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兩難 但是如果有兩夫婦 我覺得 他們又可以享受這裡的生活 安全 又可以回到香港住 回到香港探親 有些電話明年多大 那你是一個多小時的飛機 他們覺得你去了元朗 那他們的心理負擔不太大 那這個也都 那我覺得 如果你是小孩子大了 那你來台灣住 都是一個好吃的地方 我都挺喜歡 不過就是雨水多些 嗯 換言之 如果是有子女的 可能考慮到子女的問題 就反而轉過英國 就居多了 是啊 如果有趣的話 我就覺得 都不用想了 你簡直是 我有個朋友 他說 唉 我帶著兩個年輕人 搬來台灣 現在又要搬了 那你自己想想 但是當然 台灣的好處 都是在 如果你很小時候 給你一個幾年 學習一些 中華文化 或者一些 叫做中文 學好之後 那你去英國 那你只要 那你方溫去英國 就在一個中學 那六七年 那時候 那些英文都會 噴噴聲的了 當然最理想 就是 五年級 最後五年級 那些中文的底 已經差不多了 還有 你知道台灣的應事教育 都挺厲害的 小學 是真的 比香港好多的 但是去到中學 頭一、二、三年 哇 因為你都不適應 那它都挺辛苦的 都挺辛苦 還有它都是要 每個人都打算入台大 但是香港人呢 想頭大一點的嘛 Oxford Cambridge Oxford Oxford Yale 那如果你這樣的想法 那你就一個 中學完成了 我本身就去英國 然後跟著就 對 就看著 第二段的 叫做移民生活 好 好